还有南海附近都有热带扰动 其中菲律宾附近的热带性低气压 最早可能在今天发展生为第十四核的红胎摩羯 以后未来中的王流球风向来刷 外围云市可能在这一核影响台湾天气 南海附近的鸡肉 也发展生为日带性鸡气的可能性 以上国际重点新闻 喜悠快乐联播网直播 感谢你的收听 欢迎收听子鱼生活二三四 各位亲爱的胡闹鸡蜜 不好意思 今天一开始呢 我们就KK的 欢迎大家 收听子鱼生活二三四 我是这某主持人弹珠如 那今天呢 是这个父亲节 也祝全天下的爸爸 不管是爸爸还是阿祖还是爷爷都OK啦 阿公也可以 就是大家都能够父亲节快乐 家庭团聚 平安健康 那当然根据这个更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 只要有心 天天都是我们的父亲节 就跟天天都是我们的母亲节 情人节一样 但不要天天都是放榜的日子 那个实在是太刺激了 还是不要 那今天要来跟大家来介绍的这个议题 基本上来讲 我相信 这两天应该是席卷了整个网路的世界 那就是因为中原普渡 所以这个全联中心 他就公布了一系列的这个广告 那其中呢 因为一个广告的主角 被认为是 就是这个借近了 当年的这个陈文成事件中的主角 也就是陈文成先生 因此呢 在网路上引发了非常非常大的争议 那我有注意到 就是有一些这个平常可能是比较着重在一些日常生活的 呃 这些节目 不管是这个网路的 或者是说实体的这个节目也好 诶 好像这两天也都注意到这个广告的事情了 因为他后来就是开始引发讨论之后 被全联下架了嘛 那这个就是又引爆了一个新闻点 因此呢 大家就都开始在讨论了 然后不只是说这个广告 他的本身到底是不是陈文成这个事情 连接下来的两支广告 到底是不是其他的角色 哦 就是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这个人物存在 又或者是说 哦 到底是谁拍的 谁气化的 就变成了一个全民都成为这个柯南啊 大家来寻宝的这样一个这个风潮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行销的方式 那这个部分的细节我们等一下会来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不过首先要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 就是拍摄这支系列广告的导演 他同时也是在这个广告界也是蛮有名的一个导演 他叫做罗锦仁 不是罗锦王 因为我听到有些节目把他称叫 把他叫做罗锦王 这个是念错了啦 那个名字是这个天干地支里面 职丑银帽的那个罗锦仁不是王 那这个导演他其实也拍过很多就是 非常具有一种人文关怀 或者是说一些进步的这种所谓的意识的这样的主题 例如说像是那个伊沙贝尔伊沙贝拉 就是有个西兵品牌嘛 然后他一系列以这个同志的爱为主题的这个广告 就是他的作品 所以说在这个罗锦仁导演他的翘首之下 他完成了这三支的系列广告 那我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保证 这绝对是台湾的广告史上最成功最杰出的作品之一 他达到的成就已经不只是广告本身了 他变成了一个可以引领风向 然后带动讨论 而且是带动对于过去历史讨论的这个风向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那一开始其实这个广告 就是陈文成的这个广告 他在网路上引起讨论的时候 最主要是因为有网友眼尖注意到说 为什么这个广告 他的拍摄的手法 感觉好像有点故作一些 有点摸不着头绪 你去看那个广告 网路上都还有 你只要打这个关键字 奥美陈文成 你就可以找得到备份 你会发现这个广告 他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好像有点 说的有点不清不楚 或者是说有点 并没有很完整的交代 他的这个言论的内容 所以你就会引发说 这个好像怪怪的 这种怪怪的就变成了一个邀请函 因为我们在很多的这样的一个 隐私作品当中 都有意识到 或者是经历过 内似的这种所谓的手法 因为他故意不把整个的作品 讲得很完整 他留了一些空白 留了一些悬疑的部分 让观众自己去找说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 我们在节目里面 曾经跟大家报告过 两个我个人认为非常好的 就是台湾本土的这个游戏哦 一个叫做返校 一个叫做还愿 那因为都是同个团队啦 所以这个团队他在用这个 所谓的悬疑的行销方式 是非常非常的纯熟 那之前我们也跟大家报告过 游戏还没上市 他就先透过一些这个 图片里面的一些玄机 然后让这个玩家 或者是说看到这个消息的人 开始去找说 好像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哦 然后越早就越觉得说 嗯这个东西很有梗 一有梗哦 你就会想要去激发出一种 要破解谜题的这种心情 然后你就会非常投入进去 到这个情绪高涨到一个阶段 欸游戏就刚好正式的上市 你就会很自然的 荷包拿出来 然后去那个Steam上面 给他买下来 进行这个游戏的体验 所以这样的一个行销手法 他并不是说一个独创性啊 但是戏法人人会变嘛 你要怎么样变得让 欸观众 觉得说这是很有趣的 或者是说激发他那个好奇心 这个就是功利了 所以罗景仁导演的这支作品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好 那因为这个事情哦 他在网路上引发讨论之后 好像就出现了一些 跟政治相关的讨论嘛 因为陈文成命案 我们在一个月前的节目 就7月3号 那一天也有跟大家报告过 因为那一天其实 就是陈文成教授 他返台去探亲 结果被警总抓去约谈之后 隔天死在台大的这个 徒资系前面草地的这个日子 7月3号 就是他被发现遗体的日子 因此呢 在那一天我们也有跟大家就是 报告这件事情 希望大家能够去记得他 那这个事情呢 就引发了很多 关于过去白色恐怖 转型正义相关的讨论嘛 那全联的那个这个公司这边呢 当然就是意识到说 哎 事情大条啊 赶快用这个他们不碰政治 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理由 把广告给下架了 那后来就引发了更大的讨论 那为什么全联要把这个广告下架呢 坦白说 这并不只是因为广告碰到了政治 这个理由那么简单啊 因为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哦 首先对这支广告感到非常不满的 反而是一些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 这个独派或者是台派的人士 因为我从这个广告一开始烧 我就有注意到一些转去分享的 或者是一些评论 骂最凶的反而是独派跟台派的人士 为什么 因为全联的背景 跟国民党是非常的密切 全联的董事长叫做林敏雄 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全联他的前称是军工教那个福利合作社 也就是他的军方单位的东西 后来变明化了 那你敏感度比较高的听众朋友 那应该就知道 哦这个有党国系统的这个东西 油水又这么高 那后来变成明化 变明公司 这中间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猫腻呀 是吧 所以会有这种想法 非常的正常 另外一个呢 就是全联的董事长林敏雄 对不对 他同时也是一个叫做原力建设公司的老板 建商 那原力建设公司 他呃 做了什么事情呢 他测入到 就是当年 马英九 说到马英九 又是一个熟悉的人民 马英九他在担任党主席的时候 因为要处理这个党产问题 所以例如说像山中案嘛 之前新闻炒得很凶 就是有贱卖被起诉了 可是他卖的不只是山中啊 他还卖的就是说 国民党的这个国发院这块土地 卖给谁 就是卖给原力建设 就是卖给林敏雄啊 那这个土地之所以 会被拿出来讲 是因为 当年喔 1962年的时候 国民党是用那个 等于说是 用强迫的方式啦 就几乎是强盗的方式 去逼原本那个姓业的这个地主 把国发院的土地吐出来 用非常低廉的价格 那那个地主当然就没送啊 然后他就 到现在为止 他都拒绝去那个 这个领或者是兑现 国民党开给他的支票 当作抗议 那国民党把这个 夜性地主的土地 那个抢下来 变成什么 这国发院的这个用地之后呢 一直到了2005年 马英九呢 就用这个42亿的价格 卖给了原地建设 那由于这个 夜性地主跟他的后代喔 就是一直在 针对这块土地 不停的去这个 陈情 不停的去抗议 所以原地建设 他一定知道 这中间的纷纷扰倒 所以 他明明知道说 这块土地有争议 他还是愿意去跟马英九 买下这块土地 这个就构成了 就是全联他在 那个 比较熟悉 历史的 群众的心理的 这个印象之中呢 就是支持国民党 就是比较偏国民党的 于是 为什么一开始 会有独派的人士 或台派的人士 抗议这个广告 因为他们认为 这个就是全联这个公司 他为了洗自己的形象 就是把陈文成也带进来 是在消费陈文成 这个是一开始 引起争议的很重要原因 可是后来随着一些情报 慢慢的流出来 发现说 这其实是一个误会 为什么 因为站在全联 或者是说 林敏雄的立场 他根本就不希望 去碰到任何 跟转型正义 或者是说 跟白色恐怖 跟国民党有关的 因为一旦 这些东西一碰了 引起讨论了 那大家就 就会开始去棋底嘛 对不对 去棋底说 你全联是怎么来的 棋底说 你这个原地建设 买这个国发院的土地 是怎么来的 这个对他的形象 绝对不是好事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站在全联的立场 跟利益 他不会去碰这个 那又为什么 全联会搞出的 这支广告呢 你的目的 或者是说 你的原因 你当然就要从 这广告商这边去嘛 澳美公司 那澳美公司里面呢 就出现了两个 基本上可以说是 主要的角色 第一个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导演 罗锦人 他非常具有历史的意识 人文的意识 那他也有非常多 相关的这个作品 那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呢 就是澳美公司的董事长 白崇亮 呃 他其实就是 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家属 他的爸爸是个导演 然后后来被 摄入了匪谍案之后 被处决掉了 所以他其实是 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在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一种类比 假设全联跟林敏雄 他们是比较 亲国民党的 跟国民党有好友好的关系 所以不希望出现到 这个白色恐怖的事情 跑出来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罗锦人 或者是说澳美的董事长 白崇亮 那他们就是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 去知道白色恐怖的 这么一个故事 或者说他的背景 在这样的一个对比 呃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就很有趣了啦 为什么 因为呢 我个人认为啦 这样子的一个全联 跟澳美两个公司 的互动过程之中 就很像我们整个 台湾的民主发展的缩影啦 全联 我们把它就比拟成国民党好了 国民党自己知道 干了很多 伤天害理的事情 所以他们怎么样 他们就禁止 台湾的人民去学习 去吸收 去掌握 过去国民党干的这些好事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教科书 被编成那个莫名其妙的样子 然后又透过什么禁书 禁歌的方式 禁止台湾人民 去对过去的历史去学习 可是另外一方面 所谓的党外人士 民主人士 他们又不希望这个状况 被国民党一直去垄断下去 所以他们不停的透过什么 什么地下出版刊物啊 地下电台啊 这些方式 想要把台湾过去的历史 散发出去 去给更多的台湾人民知道 所以这个过程之中 套用到我们刚刚的比喻 全联他不想碰政治 所以他会要求 他的这个狭下的单位 例如说行销部负责广告的 就是说他给的这个指示 就是说你拍广告 不可以碰政治 但是澳美这边 又希望能够 把一些比较具有意识的 这个历史意识 人文意识的议题 放进去 就成了一种角力 而且这个角力 就非常的有一种 历史的嘲讽在里面 怎么讲 就是因为全联的高层 不想碰政治 所以他不会让自己 下面单位的人 对这个政治 对历史 有太多的认识哦 这个就造成了下面的人 这种政治敏感度不足 另外一方面 非常想要去碰触到政治的 非常想要去碰触到历史的 广告单位 这个部分 那他们就非常懂得说 哪些地方 可能会引发争议 哪些地方 要绕个弯 偷渡进去 哇 这个就变成一种叠对点 有没有 所以放在整个双方 讨论整个广告 合作的过程中 这个有趣的地方 就在这里啦 那可能广告商 就说 我们预计要凸显出 台湾多元族群包容的一面 所以我们就设定了三个时间点 一个是讲日文的这个妈妈 带小女孩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外省的老伯伯 然后最后呢 是一个讲台语的 我们台湾的青年 然后要凸显出 台湾族群融合的一面 那广告 那个前年这边听了就说 欸 不错啊 好像蛮正向的啊 又跟我们的族群组成是有关系的 应该没那么政治啦 然后呢 就OK 给你过了 结果在拍的时候 陈文诚 他就偷偷的 慢慢的浮现出来了 然后引发了我们后续的讨论 所以其实你看 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过程就像不像台湾民主化历史的发展 因为台湾人民被国民党的这个政治统治 要求不要去碰政治 不要去记得过去的事情 所以很多台湾的人民 其实包括像我这一代也是 因为我们小时候是念国编本的教材嘛 所以一直要到 像我自己为例啦 我小时候念的这个国编本教材 提到228 就只是说什么政府统治 有些失当而已 然后就带过去了 然后我从来就不知道说 什么白色恐怖是干嘛的 那我也不知道说 台湾的民主化之中 就是有哪些重要的发展 或者是说一些重要的关键 我反而会记得什么 汉野平铁矿啊 大兴安邻啊 或者是说什么辛亥革命啊 这些之类的东西 一直要到阴错阳差的 念了政大的历史系 然后遇到了现在的这个 228基金会的董事长 薛化元老师 他开的台湾史 然后我才发现说 哇靠北 我过去的人生好像一片空白一样 因为我出生在这块土地 我在这块土地上长大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过去我的这块土地 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是 真的要到大学念了台湾史 我才知道说 要许哦 我现在骑车 会到那个 这个电台的路上 会经过了那个 中山路 大同路那边的转角处 就是当年美丽岛杂志社的地点 然后我才发现说 原来美丽岛事件 就发生在高雄 然后 我当兵的时候 我还在高雄宪兵队里面 当年去镇压美丽岛事件 最主要的部队 所以你会发现说 这样的一种 跟个人的生命经验 脱节的这样的一个 教育的体系 你后来发现说 是一个被刻意压制住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一种反弹的心理 就是说 我一定要把过去的发生的事情 更加的去记得 然后让它不会被遗忘 然后也有那个义务 应该要去让更多人知道 所以这个就是 为什么这支广告之所以成功 而且是可以放在历史教科书里面的原因 因为坦白讲 过去有很多的这个前辈 他们的故事 一直有很多人想要透过不同的方式 去让更多的人知道 例如说办讲座 例如说出书 然后例如说甚至说 可能是举办游行 例如说或者是设立纪念馆 但是呢 必须很坦白的讲 就是还是要透过商业的机制 你才能够把这个传播的效应 发挥到最大 而这个也是在过去的 这种纪念的方式之中 比较没有被注意到 或者是说比较被忽略的原因 举例来讲 我们都知道 白色恐怖的这个大概的状况 但是你要怎么样去深刻的感受到那个氛围 你可以去选择去找讲座 去跟白色恐怖的受难者亲自的对话 或者是说亲自的去感受 但是你也可以像我们刚刚提的 在这个网路平台上面 你去买返校这块游戏 你进去到那个情节之中 你就可以感受到 什么叫做白色恐怖那种压迫的氛围 那么对于坦白讲 这也是一个很 有点可悲啦 对于比较年轻的这个族群来讲 你要他去一口气直接面对面的那个历史的这个受难者 他的一个口述 那种情绪上的负担 或者是说甚至你可能也都不认识他 就忽然听到他的一个非常高涨的这个情绪 你可能会比较没有办法接受 一时之间 但是如果你去透过一个架空的一个背景时代 然后去玩游戏 你反而会比较能够容易慢慢的渗入到那个里面去 所以站在一个坦白讲 就是从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角度切入啦 你要怎么样让一个对过去的历史 其实不是很了解的 特别是年轻人 去了解到白色恐怖的历史 以及对白色恐怖历史的这个同力 你可能一开始要先引起他的兴趣 透过他可以接受的方式 例如说坦白讲就是打电动嘛 或者说你去看广告 或者是说一些影视的作品 然后呢他开始对这个产生兴趣之后 他有一点点心理准备了 你再让他去接触到更深的 更第一手的那样的一个历史遗迹 例如说景美的人权纪念园区 又或者是说绿岛的纪念园区 然后呢甚至你可以去看一些这个留下来的公开的档案 例如说当年白色恐怖的时候 被国民党被蒋介石干掉的那些政治受难者 他们所遗留下来的遗书 那最近也有出书的嘛 就是叫做无法送达的遗书 那里面呢都是什么 都是因为什么匪谍案啊 或者是说被诬陷的 然后就被警总被特务抓进去 然后用军法判刑 很多人就是莫名其妙的死在里面的 那他们大部分都是爸爸 所以今天在88节的这个今天啊 谈论到这一段历史 其实也比较没有办法让人高兴起来 有点煞风景 可是我觉得 呃作为一个这个节目啦 那我们还是有义务 要希望能够让更多人去知道说 这个现在我们的一个 比较和平的 比较快乐的生活 真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就是大家今天可能利用爸爸姐 跟这个父亲啊 跟这样团聚在一起 可是在白色恐怖的年代 有很多爸爸他们就是像陈文成一样哦 莫名其妙的被带走了 然后就再也回不来了 那陈文成是至少尸体还被发现 有很多更早之前的啦 例如说像可能是黄文公 或者是其他的政治受难者 他们就是被特务带走之后 他们的家人就从此 再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因为人被病了之后 好像就直接就地掩埋嘛 所以台北六章里有一个什么乱葬缸 那个情况之下 你就也只能说服自己说 他就是只是失踪了 总是还有活着回来的一天 可是那一天你是永远等不到 所以我觉得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奥美他跟罗锦仁导演 他拍了这一支陈文成的广告 真的是有他一个历史性的意义跟价值在 因为光是在全联要求把广告下架之前 这支广告的点阅率 就已经超过了30万的点阅数 也就是说至少我们保守估计啦 你一个人看两次好了 也有15万人去看到了这支广告 而且开始去认识了 陈文成到底是谁 以及整个拍摄恐怖过去的背景 所以这个部分我就必须 讲话比较不客气一点 因为我没有办法理解 有一些这个所谓的独派 或者是台派的人士 一直在批评这支广告 说他拍的不够好啊 什么消费陈文成啊 还是说什么 连人家的生日期都打错 这个其实是为了要骗过 我们套用到刚刚的脉路嘛 他是为了不要被全年直接抓到说 你在偷渡政治 所做出的必要的妥协啊 而且我这边 就是也呼应一下 中原姐要到了嘛 中原普渡 我这边拿10年的寿命 来跟这个 对这件事情不满的朋友 来对读啦 就是说 如果陈文成地下有知 他知道有人 把他的故事拍成了这支广告 然后可以让更多人去认识他 甚至说去认识白色恐怖的历史 他真的不会在意说自己的生日被打错 或者是说他 为什么可以把他呈现就是说笑得很开心的样子 他真的不会在意啦 因为让更多人知道什么叫白色恐怖 才是他最关心的 然后让更多人知道什么叫做转型正义 以及真相 我相信这个才是陈文成先生 他这个作为一个民主的运动人士 他希望能够达成的一个目的 那至于这个赌注要怎么实现 那当然就是等挂了之后 我们到地下 去找陈文成问一下嘛 对不对 不然就是学侯友仪啊 请他教一下怎么通灵 我们关落音直接问 这样是可以啦 好不好 所以今天这个时间也蛮巧合的啦 八八节 那刚好又遇到了陈文成广告的这个事情 所以就拿出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现在呢 我们敬点广告 大家平安 我是冰冬馆里有办明安 人家在说 阿爸亲穿山 不管外面有风雨有多大 阿爸亲穿山 把我们保护把我们穿 他都点点不出声 感谢阿爸这一年 辛苦的付出和栽培 明安在这里要祝福 每一个为大家的爸爸 父亲节快乐 以上是冰冬馆政府公格 快乐就是和世界当好朋友 和潮流不断线 每天开车上网回家 无时无刻都听到快乐联播网 是我最快乐的事 快乐联播网陪您串流全世界 掌握新知 请搜寻快乐联播网粉丝页 或搜寻官方LINE快乐联播网 小时都变 人生无上 有的人是为了亲情 需要 身体在烦热 所有的烦热 在这里有一个最好的方法 要跟你们分享 就是这张开车文 我们要睡之前 开车给自己的完成资助 周深 我们的心来会更平静 不用悔自己的结缘 空气三三五 数理三三 好的菌 让您健康舒畅 坏的菌 让您病烟烟 敏苏青 寡糖液菌 给您维持一身轻盈的体态 沿选十一株复合式活菌 维持健康的体质 帮助消化 排便顺畅 调整体质从小开始 老人小孩都可使用 现在敏苏青寡糖液菌特价中 快上网搜寻快乐爱台湾 互播0809-092-898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联保邦 欢迎回到子虞生活234的节目现场 我是主持人丹竹竹竹 在这段的节目的开心 我们先来进一个口播稿 一个讯息 刚充何无 那要开始咯 屏东为台湾的国境之南 具有丰富的自然景观 部落文化与特色物产 社区各方协力规划 多元且深具在地特色的文化体验 今年暑假 把心留在屏东 走访屏东 旅读在地文化 就能体验不一样的旅行 今年规划六条在地游学路线 邀请各社区与发展协会 共同融入安排游程 设计挑拖不同于一般旅游的深度文化体验行程 让其爱旅行者实地体验南国在地生活 采集可可果 制作巧克力 上山打猎 盐乳豆腐 晾小米露 各式手工艺 手冲咖啡 农牧食事等 不适宜等精彩体验活动 除欣赏屏东在地之美味外 更揣摩学习台湾传统记忆 回到最简单淳朴的生活乐趣 并从中认识不一样的屏东 六大游程简介 一夫妇的小米酿 酿一坛黄金小米露 左一叶部落的米林岸 二 Capanan 部落狩猎文化体验活动 了解传统生活 学习如何对待土地与自然 三 屏东跳跤之旅 从平北到平南 从白天到黑夜 追随自己的心 体验无法的感动 四 山水生态体验营 惊艳不已的自然美景 一起走进海天山林去 五 好时来聊 魔法巧克力米食酿造工作营 一起像可可思坦魔法 体验客装米食与酿造文化 六 探索台湾的普罗旺斯 来部落漫游 体验圆明生活 潘县长表示 游学不用出国 每趟旅行都是成长 给自己和孩子三个太阳 两个月亮的时间 六大路线撞游盛下屏东 走进一山傍海的生态秘境 享受屏东人世界级的热情欢迎 敬邀各位做客屏东 相信请搜寻脸书 游学屏东去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呃 听众朋友 你可以把频道转回来的 我念完了 因为 这实在是太长了 长到我都觉得说 快要念到断气了 真的是 好不管 好我们把恐怖念完了 那现在就是 程序上段的话题 就是说这个 呃 程文成这个广告嘛 因为它有三支 所以 呃 因为程文成这个 这支爆红之后 那大家就开始被勾起了兴趣 也会想说 诶 那其他两支广告 是不是也有 特别紫色的对象 呃 不过呢 这边我要跟大家做一个 分享 我个人认为是 呃 没有啦 那最主要是因为 他另外两支广告嘛 一个是 呃 讲日文的妈妈 带着小女孩 有的人认为说 他是丁窈条 就是也是 被白色恐怖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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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管怎樣就是說 因為那個小女孩她的年紀實在是太小了 所以如果她們兩個都是鬼的話 那基本上像丁曉條她的女兒 最後其實並沒有在那麼小的年紀就過世了 她是被丁曉條她的丈夫那邊收養的 所以這個人物設定上呢 就有點不太符合 那相較於陳文誠她的 可能在生日上有一些錯開啦 就是日期不太對的 這個改寫可以被接受 我覺得OK啦 可是你如果要把一個歷史上 明明就不是那麼早死的人變成那麼早死 這個改生改死的尺度實在是有點太大了 所以我不認為那個是丁曉條啦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一個外城老伯伯 那有的人認為說她是鷹海光 那也比較這個可惜的 因為今天下午就是五點 四五點的時候 鷹海光的基金會也發出了聲明稿 是說這個廣告團隊呢 的確有去鷹海光的故居去申請 希望可以去拍攝廣告影片 那後來因為考量到 就是說整個的那個 宗教文化的意涵 跟鷹海光他本身的無神論 是有點距離的 所以鷹海光的故居 基金會最後就沒有出借場地給廣告團隊啦 那也認為說因為鷹海光他不到五十歲嘛 就這個受到國民黨的迫害過世了 那在跟這個廣告裡面 年紀比較大的這個外城老伯伯 也不太一樣 那而且鷹海光本人也是蠻西式的啦 所以像當年比較紅的什麼德國香腸啊 那種他應該都吃過啦 不太可能會像廣告裡面的老伯伯說 我第一次吃到德國香腸 所以設定上應該也不是鷹海光 那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因為其實這個不管他是不是具體的人物 可是這兩個影片 他都代表了那一段時代的 台灣的一個集體的普遍的印象啦 就是這些一定有這個類似的 外神老伯伯的存在 那也有類似的就講日文的媽媽 跟小女孩的存在 那最後呢整個廣告他的最精華 當然就是出現了一個 就是辨識度最高的 歷史的具體人物陳文成 為這整個系列廣告 達到了這個最後的一個高峰的 這個展現這樣子 所以說羅金人導演跟澳美廣告公司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要再一次的致敬 好那我們接下來還是來談一些選舉啦 那今天要來談的部分呢 是咱們的高雄 那因為剛剛也有提到我自己是高雄人嘛 所以對高雄的選情是比較關心一些 而且最近高雄的選情也是越來越熱了啦 選情越熱就有很多吵架的題材 然後我們也就可以比較多一點題材怎麼樣 來開酸嘛來嘲諷一下 讓大家都高興高興 畢竟生活蠻苦悶的 那因為在上個禮拜天 8月5號 蔡英文總統來到了高雄幫陳其邁去授旗 然後我就稍微看了一下他那個現場直播 要稱讚一下陳其邁委員 為什麼 因為跟他平常的這種致詞的這個表現比起來 他在8月5號那一場真的是整個氣勢有上來 不只是講話很順 講話有渲染力 那他的整個的肢體語言啊 或者說那種自信 都是提升的不只是一個level啦 因為你去跟他之前一些比較公開場合的發言比起來 那有一些比較大的這個改進空間啦 就是說可能講話卡卡啦 就是說這樣 齁 嘿 這樣的一個頓詞用太多 那這個對於聽的人來講 會覺得就是他的情緒是一直被打斷的 又或者說有的時候為了想一些這個適合的這個字句 他想的時間太久了 那同樣也會讓聽眾覺得說 有點彈性疲乏這樣子 所以你去把他平常的一些公開致詞的畫面 跟那個蔡英文售齊的這個畫面比起來 你真的會發現 他整個可能是 就是說整個選舉的氣勢跟局勢 他對他越來越有利 所以他整個人的那個自信啊 那種KIP全部都發揮出來了 就是說整個的影響是有往上升這樣子 那不意外啦 因為這種場合 售齊場合 他就是一個在互相 應該就是一方面要提升自己的士氣 另外一方面要就是貶低對手的士氣 所以一定就會出現一個攻擊的橋段 就是說你們對手做的怎樣不好 怎樣不好 所以陳其邁他在致詞的過程中 就有提到這個所謂的四大成科啦 就是國民黨 特別是這個吳敦義 在擔任高雄市長的時候 所遺留下來的幾個大問題 那麼 呃 例如說像這個愛河的整治 例如說像是這個飲用水的部分 那又例如說像是這個港式合一還有捷運 那這個東西呢 呃就是 吳敦義他擔任高雄市長 一直說要解決 但是都沒有解決 那也是讓吳敦義之所以被叫做被插印 白賊義最主要的根源之一啦 那這個樣的一種就是這個抨擊 那吳敦義當然不會裝作沒聽到啊對不對 因為畢竟他也是幾乎在同一時間啊 也到高雄來幫韓國瑜 來幫其他的黨籍的這個市議員來助選 所以呢 吳敦義他就透過了這個 呃 他的辦公室 來發表回應就是說 沒有啊 我吳敦義有爭取到很多東西啊 那 例如說那個什麼亞洲新灣區啊 那個205兵工廠的簽建啊 或者是說 高雄鐵路地下貨啊 衛武寅公園這些 這個都是我吳敦義爭取的啊 我有為高雄做事情啊 唉 結果不說還好 這個一說呢 陳其邁這邊還沒有回應 有一個神秘人物先跳出來 打吳敦義的臉啊 是誰 就是我們的前總統阿扁陳水扁啊 他在新勇哥物語上面 就寫了這一段就是說 我阿扁看到陳其邁演員 在這個蔡英文總統的授旗典禮上面 提到的四大乘客 讓阿扁非常的有感 然後他就開始講 那這個四大乘客呢 基本上都不是吳敦義解決的 吳敦義都只會說沒有做 那個要到了謝長廷擔任市長 阿扁在中央執政啊 才開始一個一個的 把我們高雄的四大乘客給解決 愛喝變乾淨啦 飲用水可以喝啦 捷運施工啦 完工啦 然後港式也喝一啦 大概是這個樣子啦 所以其實 你看選舉就是有那麼有趣的 一種節奏上的這個變動啦 那個陳其邁跟吳敦義 兩個在玩家 然後阿扁跳出來助政 整個都是非常的有一種在打群架的感覺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坦白講啦 在過去的年代 之所以可以變成一種就是 政治的口水或互相的抨擊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 整個的網路科技不發達 所以再加上人的記憶力是有限的 所以很多時候齁 在那個只有報紙的年代 或者是說只有那種老三台的年代啦 你今天看了一個新聞 你大概下個禮拜 你就永遠忘記了 你曾經看過這個東西 那在那個狀況之下 就出現了很多政治人物 他可以被查得一個原因啦 因為一般人啊 他並不會那麼刻意的一直去追蹤 政治人物的言行的這個脈絡發展 那也不是每個人都跟這個管人建大師一樣 就是他的那個 家裡稿報就是一個報紙的圖書館資料庫 他可以去找到 民國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的簡報 然後再拿出來打你臉說 你說謊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變管人建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就造成了以前的政治人物 他可以就是說那個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 然後也不會有什麼人去那個去抓他 到底有沒有講對啦 可是網路時代不一樣的 特別是可能自從兩千年之後啦 那這個隨著網路科技越來越普及 你只要現在連上Google 或連上Yahoo這些路口網站 打幾個新聞關鍵字 例如說四大乘客 無敦義 白賊 所有的資料都出來了 而且不只是新的 不只是2018的 你還可以找得到1998 甚至1988的 因為現在的那個技術越來越發達嘛 所以連古早的報紙 也都開始被掃描 建檔 輸入到資料庫裡面去 關鍵字打進去 你這個人真的是無所遁形 所以這個就是 吳敦義他之所以 已經越來越沒有辦法 繼續 這個獲得 台灣人民信任或支持的緣故了啦 以前他是被高雄人唾棄嘛 白賊義嘛 然後後來去當個行政院長 跟副總統 然後又說什麼什麼 白海豚會轉彎 這個大家都記得 而且是年輕世代記得 所以你看他的誠信 被這樣的一個網路科技曝光之後 你就會發現說 在這個年代要當政治人物 真的不簡單 因為你必須要 越來越嚴格的從一而終 那麼接下來呢 這個高雄市的選情 他會有什麼樣的發展 我們這邊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廣告之後 再回到現場繼續討論 快上網搜尋快樂愛台灣 過播0809-092-898 世俗都變 人生無雙 有的人是為了親情 需要 身體在歡樂 所有的歡樂 在這裡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要跟你們分享 就是這張揮影文 我們如果要睡前 揮影讓自己的完成載助 走生我們的心來會更平靜 變回自己的家園 鳳切三三五 樹梨三三 大家平安 我是冰隆館長 趴平安 人家在說 阿爸親像山 不管外面有風雨有多大 阿爸親像山 把我們保護 把我們請 他都漸漸不出聲 感謝阿爸這年一年辛苦的付出 跟台北 明安在這裡要祝福 每一個偉大的爸爸 父親節快樂 以上是冰冬館政府公格 快樂就是和世界當好朋友 和潮流不斷線 每天開車上網回家 無時無刻都聽到快樂聯播網 是我最快樂的事 快樂聯播網 陪您串流全世界掌握新知 請搜尋快樂聯播網粉絲頁 或搜尋官方Line快樂聯播網 快樂台灣無限精彩 快樂聯播網 歡迎回到子瑜生活234的現場 我是主持人陳子瑜 在上段的節目我們提到 高雄的選情越來越熱烈了 陳其邁不但跟韓國瑜 越來越有交火 甚至吳敦義也跳下來戰場了 連阿扁也都一起加入戰局 大家開始大混戰了 吳敦義他來高雄幫韓國瑜 還有國民黨的市議員 服選的時候 真的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常說 人就是一路走來會始終如一 當一個人說幹話 白賊話說久了 他真的是已經借不了這個習慣了 就算他想要很認真的造稿念 都會變成是脫稿成為幹話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他在吳敦義 他在參訪高雄的山區的時候 在一場公開的座談會上面就說 當年柯林頓來小林村參觀的時候 我有幫忙協助巴拉巴拉巴拉 各位聽眾朋友 柯林頓有來過小林村嗎 答案是沒有 所以後來吳敦義他在這個 這個議題被記者追問的時候 哇真難得耶 你有看過吳敦義絕疤說不出話來嗎 就發生在這個場合拉 因為真的是幹話說太久 連自己要圓謊都來不及了拉 柯林頓根本就沒有來過小林村 你是找一支肉粥看到柯林頓拉 是嗎 那接下來呢 吳敦義他為了要回籍就是 陳其邁攻擊說他都沒有幫高雄做事嘛 所以他就舉了一些例子 什麼魏武寅公園啊 205兵工廠的遷移啊 高雄鐵路地下化阿巴拉巴拉之類的 那這個呢也被這個 民進黨這邊找出資料來一個一個的 破解打臉了啦 怎麼講呢 例如說 這個魏武寅公園 大家如果來到高雄魏武寅去玩的話 就會發現說 哇好大一片很漂亮是不是 那其實最早是在1990年的時候 由高雄非常著名的這個一個醫生師人啊 叫做曾桂海 他也是南社的前社長 開始奔走去成立 去呼籲要把他改成公園 那後來呢到了民進黨這個中央政府執政之後 時任的行政院長張俊雄 那排版確定要來蓋這個魏武寅公園 2000年民進黨執政耶 那個時候吳敦義在幹嘛 他已經卸任了 他已經不是高雄市長啦 是吧 那他也沒有中央的官職啊 是吧 那接下來呢 2005年 謝長廷擔任了行政院長 那核定了整個的這個藝術文化中心的經費 並且編列了83.6億 開始開發 就變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魏武寅的文化園區 跟公園 那例如說2015兵工廠 這個呢 哇更精彩啦 為什麼 因為他真的是拖了非常非常的久 一直到2016年 蔡英文當了總統之後 這個案子才確定 然後而且在2016年的8月呢 由當時的行政院長林權 跟高雄市長陳菊 還有國防部的副部長 一起簽署開發這個合作的意象書啦 那你看2016年才處理的事情 那吳敦義在幹嘛 你看他也沒有任何的這個中央官職了嘛 對不對 他也可以說這個是他的功勞 真的是非常的厲害啦 那例如說這個鐵路地下化 這個的確有一個部分是跟吳敦義比較有關啦 那因為高雄的鐵路地下化 他分成三個主要段落啦 那高雄跟左營這兩個段落呢 都是在民進黨擔任中央政府的時候去核定的 那麼鳳山這一段 的確是國民黨中央執政的時候 核定的這個鐵路地下化 這個是沒問題 那歷史事實嘛 只是在地方的經費分攤上面 從原本規劃的10%變成了55% 哇你看一口氣多了這個5.5倍啊 這個經費可不是一筆小數目 要說這個是照顧高雄 我也覺得是有點很大的問題啦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看像吳敦義這樣子 這個是一直在白賊 然後又不會臉紅 我也是非常佩服他的這個功力啦 希望有機會我們可以討教一下 因為不瞞大家說 我之前也在節目上有報告過 我個人最佩服的這個人物呢是誰呢 不是歷史人物啦 那也不是現實的人物 而是金庸小說裡面 陸頂記的主角偉小寶啦 他真的是這個作為一個參與政治的人 他可以說是 有翹楚一個典範的一種表現 真的你看在天地會跟康熙之間 一直遊走遊走 然後又可以讓自己口袋賣苦賣苦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最後還全身而退耶 你看這種功力果然要金庸才寫得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金庸他自己就是把偉小寶 當成一個偉大的典範 你不要看金庸寫很多武俠小說 都是什麼正氣凜然的喔 他其實那個自己本身就是個非常投機的 為了去捧大腿 一開始先捧國民黨 國民黨不要了 就跑去共產黨 共產黨也不要 就只好在香港等待機會 等到他年老了 終於發現 就是說共產黨願意去統戰他了 他就很非常高興的 跑去給中國共產黨給統戰 發揮他最後的效益 所以你看其實整個金庸的人生 他不是用這個郭靖來比喻 那也不是用楊過來比喻 更不是用令狐沖 而是用偉小寶是最好的比喻 但是偉小寶還是有一個優點存在 就是說偉小寶他是非常講義氣的 所以他最後呢就是為了不要 就是讓自己夾在康熙跟天地會之間難做的 所以他那個鋪蓋捲捲就跑掉落跑了 至少不要就是說那個為了一方的意氣 傷害到另外一方的意氣 那這個其實無敦義我看應該就是 比較難去學到這個優點 那回過頭來 這個無敦義這邊被打臉打完了之後 國民黨議會黨團他也不甘示弱 就是總是要有個整個連串性的攻擊 所以韓國瑜有出手 無敦義有出手 國民黨的市議會黨團也出手 那國民黨的市議會黨團 他們開了記者會就比較有趣 因為他們主要是兩個大的訴求 第一個是說 你蔡義渝對陸配有不禮貌的言論 我們要求你要道歉幹嘛的這樣子 這個我同意 因為蔡義渝他的說法的確就是不妥當 連民進黨的婦女部自己都發聲明說不認同 所以這樣的批評是應該要虛心接受的 這個絕對沒有問題 對 那只是蔡義渝他是嘉義的立委 那你國民黨高雄市黨團 開在高雄 是有點隔空呼應 這也是於親於理說的過去 但是另外一個就很好笑 另外一個是國民黨的議會黨團 他們就是指控說 你看選舉啊 應該是大家能夠去提出理性的政見去辯論 哪像你這個陳其邁罵一句靠腰 說髒話 哎呦不乖啦 不是乖寶寶 國民黨到底有什麼樣的資格跟立場去說這句話 是吧 不要忘了你們的 這個擔任過議長的許崑源 在議會裡面的表現是什麼樣 是吧 然後也不要說另外一個更好 更有趣的啦 其實 大家也都成年人了 我們也就打開天窗說亮話嘛 這個世界上 你真的要用 罵的方式去攻擊人的時候 罵髒話反而是一個 相對來說 比較 level比較低的方式 罵人不帶髒子 罵人不帶邪 這個才是最高段的嘛 所以你真的就是說那種 很狠的話喔 他其實往往不是透過一兩個那種 所謂的這種髒話制跑出來的 更何況陳其邁說的是靠腰 靠腰算髒嗎 拜託 你是那個什麼 國小學生嗎 還在說哎呀老師他沒有洗澡 是這樣子嗎 不是嘛 那為什麼 就是陳其邁會受靠腰 我們還是要稍微回顧一下 因為韓國瑜先唱衰整個高雄 不要忘了韓國瑜的最經典的名言就是什麼 哦他覺得啦除了什麼殯葬業啦 精神病院啦 典當鋪 典當業之外 高雄沒有什麼產業是有未來發展的 這表明就是在詛咒高雄以後就是死更多人嘛 更多人得精神病嘛 然後家裡都沒錢 要把東西拿去變現嘛 這個不是唱衰高雄什麼才是唱衰高雄 這個就是徹徹底底的 他不是在做政策辯論 他也不是在攻擊陳其邁 他是在攻擊整個高雄市民啊 你作為一個高雄人 我只回你去靠腰 哦拜託超有禮貌的好嗎 難不成我要跟你說謝謝你罵的對嗎 當然不是這樣嘛 所以其實國民黨的很多攻擊的策略 坦白講level都還是太低了啦 那我們也希望 是可以看到國民黨 能夠有一些更好的選舉的手段出來 這樣子選舉才會更熱鬧 高手才有過招空間嘛對吧 那今天的節目在這邊先告一段落啦 子瑜生活二三次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空中再會 我們要留在這段落的內容 明天同一時間空中再會